双降,我们从白露到寒露到双降 描述的都是这个露水 有草上的,也有树上的 因为真正结霜了,越往上,这个树也会结 就是说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这个不管是双降,它是降下来的 那还是因为降温,那现在叫降温 那古自古,可能说是跟天 那因为这个水,气,天地是互动的 跟天一定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现在都不这么理解 那可见这个露水,它也很重要 而且像地上长的庄稼 有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霜打过的 没有经历过风霜雨雪的 不足够的 这样的真的食物 不是那么太好吃 你看东北往往一年一熟 这些食物 而南方的一年好几熟 为什么都说东北的大米好吃 以此类推 其他也诸如此 那双降我们三个误后 就是第一 前五天 这个柴乃寄寿 前面最早我们 早秋的时候是寄鸟 现在是寄寿 那可见这个大的动物 那也开始冷了 鬼藏了 然后中五天 草木黄鹿 描写的非常清楚 这个不必要解释了 最后五天 就是 折虫险浮 也就是说 这个该冬眠了 那动物都冬眠了 可以讲这个温度 正常这个时候应该非常低 那折虫在经折的时候 这个它出来 那在这个时候虚的位置 那折虫和火 刚好一个相对应 那虽然它不是某有虫 但是折虫 这个虫已经到了羊 最后一个羊 山地剥划 所以在这个时候 再怎么样也注意一下 那不要再春午秋冬了 因为秋的末了 很多人这个脚 你开始有凉意的时候 那一定晚上睡前 那一定晚上睡前最好是泡脚 现在我们人 有一点细微的 稍微多注意一点 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你如果身体特别好 那你要 反而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免疫力 那也可以 但是这个有的是 这个有的是经不起是我 经不起动的 尤其年纪大了 身体弱 我们的 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 还有两节都快讲完了 一年 我们满大满色 我们满大满色 讲了一年 不 我们自己 才是太极点 所以说地心书等等 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的 现在人 越探索宇宙越远 越搞不清楚 我们才是主体 本体 然后看太阳东升西落 太阳地球公转一圈的那个 跟太阳 日周式运动 就是看太阳的这样 转一圈 多多少少是有点差别的 而这个 我们古人 就借助于这个 把它二十四的分 而且 它在星空中 而且它在星空中的位置 我们下面星座星秀就会讲